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线教育也被称之为远程教育 如今正是芳心为爱 市场研究公司全球产业分析 Global Industry Analysts预测 它的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1070亿美元 虽然那些更加传统的培训 或者教育的方法不会消失 至少现在还不会 但是现在所有类型的机构 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企业 都在选择通过网络进行培训和发布信息 软件开发在线教育平台 Pluralsight前不久刚宣布 在已经完成的地融资中 筹集到135亿美元 披露 去年我在Lind网站购买了一个月的权限 之后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个 短期的媒体访问账户 但受到各种工作任务所类 除了用来观察其视频户的整体情况外 我没能把这个账号更多的使用起来 福布斯的工作人员 亚利克斯康拉德 Elex Conrad在他题为顶尖创投人预测 2014年封投资金取向的文章中 引用了部分创投人对在线教育以及热门的高科技趋势的看法 我们可以快速回顾一下其中两位风投专家的想法 恩宜投资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的斯科特桑德尔 教育技术在2014年将成为主流 该领域虽然引起了不少关注 但是问题在于 它究竟是不是一门生意 我们看到有12家初创企业 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在重塑教育体制 我认为他们将成为规模庞大的公司 不过 在决定真正的赢家之前 是需要花上几年功夫的 闸门资本投资公司 Flatgate的小麦克梅普尔斯 Mike Maple 我虽然认为在线教育非常吸引人 不过 这个市场却非常拥挤 涉足在线教育的公司将在困境中挣扎 除非他们想出了真正具有颠覆性的理念和结构性优势 正如那些靠云计算谋生的人 和一位让其子女接受在线辅导的父亲 我确实相信在线教育的力量 这个市场令人兴奋的地方之一在于 它是如何让人们用他们各自的专业知识去创造商机 如果你着眼于Linde运营模式 那么这些讲师会根据其课程结束获得相应的报酬 上周 我遇见一位讲师 他在Linde公司获得的收入足以让他过上富足的生活 在Skype的早期 即使是在今天 许多导师或者教练通常通过网络视频电话提供其服务 就在前不久 Business Insider还刊登了一位SAT专业讲师的资料 这位导师专为富人家的子女进行考前指导 每小时收取1000美元的费用 在很大程度上 在线教育市场已经饱和 但是在抱有创业想法的人看来 这其中依然存在着各种机会去创建一家专注于立基市场的教育公司 在线教育公司 Pluralsight之所以引人住 是因为它提供免费试用服务 我给自己注册了一个账号 尝试了一把 在线教育网站General Assembly综合了网络和传统 学习在现实生活中 在部分城市提供本地培训和网络课程 我看到他们最常推出程序设计课程 不过他们也会推出一系列 以商业和技术为主的课程 你在免费注册后 可以根据课时进行付费 上周 惠普HP宣布与美国全国社区学院 创业协会NACCE达成合作 帮助来自城市和农村的讲师 把惠普Live网络课程纳入他们的教学中 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络课程 来自高中和社区学院的学生 可以学习基本的商业和IT技能 使自己变成一位创业者 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商业问题 在线教育是一种不断更新你的技能 或者完全学习新技能的重要的方式 当然 你可以在YouTube搜索免费的辅导材料 和不错的教学视频 不过我认为 这些立即网站和精心组织的平台 将改变我们学习的方式 作家琼斯塔克 Kyle Stark为其远离学堂 Don't Go Back to School的书籍 对超过100位独立的学者进行了采访 这本书记录了人们 是如何通过在线教育 不断充实自我 它也暗示了在线教育行业的整体规模 为何会突破10000亿美元 随着初创公司不断找准立基市场 或者在内容方面深度挖钱 我们会看到这一领域会继续获得投资 届时 那些大型公司就会忍不住想要出手收购 更多电商独家新闻 关注一帮动力网微信 微信搜 一帮动力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